第101集,立即上山 上次讲到,在李齐的带领之下,我们去到了黄老狗所居住的山的村庄 这个时候,其实我内心还是很糾结的 究竟是去找黄老狗,还是不去呢? 在隧道里面看到那个白色影,就用字迹来提醒我 叫我不可以找黄老狗,如果不去了就会死 但是,如果不去找黄老狗,所有的怡团都不可以解开 究竟我应该怎么做呢? 我想了一会儿,还是决定,要去找黄老狗一次 都已经来到这里了,就敢缩沙似乎很可惜 再说,那个白色影究竟是人是鬼,我们都未知 分分钟,他用这个方法来吓我,想着掩饰自己的 所以权衡再三之下,我还是决定去 我跟李齐说,我说,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李齐拿回黄老狗的灵位出来,然后跟我说 他说,那你想着你现在去还是明天去呢? 现在去呢? 因为我知道,如果明天去的话呢? 说不上还有什么事会拖延的 正所谓打铁就要趁热 尽快搞定这件事 尽快查清楚舅舅的死因 这个是第一要步 李齐就说,如果今天去的话呢? 上到山来可能都七点多八点了 想着,找一个当地的村民带我们上山 有个当地人熟门熟路肯定是好的 他这个提议合成合理,我答应了 李齐就走入村,过了一阵 他就在里面,带了个十多岁的年轻人出来 我给了几百元的年轻人,说明了我们的内衣 请他做我们入山的导游 那个年轻人答应得很爽快,说没问题 不过就要回家准备一些东西 因为最近,座山有点不太平的说 我咬了咬头,叫他快点去准备吧 年轻人准备的时间就很快 不用多久就回来了 他手上边,握着个灯笼 背后,还揹着个黑色的索料袋 我就并没有问他索料袋里面装着些什么 只是跟他说一句我说 拿电筒不是比拿灯笼吗 怎料年轻人另一回头就说 不是的,电筒的光太猛,容易弄伤他们的眼 蛤?他们? 年轻人这句说话令我有点奇怪 弄到谁的眼 难道山上还有其他人? 不过这个问题我并没有问出口 而是由这个年轻人带领 我们一行人就开始出发上山了 一路上通过攀谈我们得知 这个年轻人是姓陆 叫做陆霄 很醒目的 说头又醒眉 在上山之前 他还给了我一个黑色的胶袋 要我把这个袋子摘在头顶 拿到袋子之后 我就闻到 咦? 就没那么怪 忍不住 拿起来 在鼻边闻一闻 一闻搞到我想作呕 因为袋子上 有一阵很强烈的尿酥味 一闻到我为了翻江倒海 几乎连隔夜饭都吐了出来 陆霄就跟我们说 说这些胶袋 之所以有这么臭的尿酥味 是因为他们都浸过黄鼠狼的尿 我听到他这样说 觉得很噁心 打死都不肯拿 但陆霄就说 如果你不拿着这个胶袋入山 那就会死的 唯有 把黑色的胶袋打在头上 入到山里面 黄大仙才会认你的 什么黄大仙 黄大仙指的 就是黄鼠狼 东北那边 有些人叫他做黄鼻子 在小时候 我听老人家说过 很多黄鼠狼 即所谓黄大仙的故事 比如说 如果你 老头 对着黄大仙的石掌 不好意思 那你那里会痛 甚至会肿 如果你太老了 偷吃了他的贡品 那便会肚痛 便会蛤蛤蛤蛤 这样说 小小 我经常听这些神神化化的故事 所以 陆霄说 这座山里面 有黄大仙 我并不是感觉到很奇怪 因为 很多这些山卡拉的地方 总会有这样的传说 而且老人家经常说 很多山、林都是歸王大先管的 你要供奉他、拜祭他 他就会保佑你们一家平安地说 当然,全部都是故事 我就没亲眼见过 原本我真的不想戴这个黑色胶袋 因为实在太臭太压了 但是,当我见到一向都爱干净的默然 居然眨都不眨眼 就把黑色胶袋放在头上 那我就没说话好说了 默然都敢做,自然有他的道理 所以,我就忍住那股尿酥味 把黑色胶袋放在头上 绿宵见到我们都把黑色胶袋带好了 那就带我们到山里走 一路走,他一路指着远处一座山崖就说 他说,怎样?有没有见到那座山崖? 但是,我闹一闹头 这么大座山崖,见不到那座山崖 山崖就很光滑 好像被人用斧头一下把座山砍开 所以,绿宵就说 那座山叫龙崖山 相传以前有龙在那里 你信不信世界上有龙? 本来我是不信的 不过,绿宵的样子一面期待 我不想掃他,兄 畢竟他还很年轻 对这些神话、传说有着憧憬 是很正常的事 所以我闹一闹头,说一声 我相信 绿宵见到我这么说 就笑着说 哎呀,你相信吗?其实我也相信 一进到山里面的时候 绿宵就说 他说 无论进去之后 发生什么事都好 都不能够随低带着那黑色的胶袋 还说 这个黑色胶袋 就相当于 王大仙认你的唯一身份 直接好像通行证一样 如果没有这个黑胶袋的话 那王大仙就会难为你 如果有 他就会当你是王鼠狼 不会理你 那我闹一闹头就说 我无论如何 都不会把他拿走的 一定会带着 我们几个人都带着黑色胶袋 唯独是李齐就带了两个 绿宵解释就说 他杀气实在太重 但一个的话 都没用 盖不住那些杀气 要带两个 听到绿宵这么说 我就知道 这个年轻人是有点本事 因为他和李齐都在今天才见面 就是凭这样谈几句说话 已经看得出 李齐的身上杀气很重 看来这个绿宵 都是一个身怀绝技的高手 来的 我们入到山 走了一阵 绿宵就说 前面呢 有一间王大仙的石庙 我们经过的话 要去那座石庙跪拜一下 原本我想着多一事 又不如少一事 我们入山是找黄老狗的 不想搞出其他的大头发 但绿宵就说 正所谓 入屋就叫人 入庙就拜神 上得山一定要拜一拜大仙 还说这是他们村子的规矩 我见到绿宵这么坚持自己的意见 我们想着去拜一拜 不会浪费太多时间 所以就答应了 其实一路上 我都是一边走 一边掩紧鼻 毛他 因为带着的那个黑袋 实在太过压了 压到我根本受不了 幸好 这条山的山路 不像其他山的山路这么崎嵩 看得出是常常有人走 所以 我们走起来 速度都几快 我心想 应该很快就会找到黄老狗 这个袋子不用带很久 走了大概五六分钟 我就见到前面有一座石庙 在石庙门口 还雕刻着一只黄鼠狼 那只黄鼠狼的索杖 手上还拿着一把拐杖 看着有一些诚先得道的滋味 另外 我还见到石庙那里 有一个老人家 在那拿着一把扫把 清理那座黄鼠狼 雕像上边的灰塵 我很好奇 现在虽然不是很晚 但都已经是六七点 七八点了 怎么会有老人家 这么晚都不回家 在那里清理那雕像呢 我问六少 六少就说 他是我们村的人 姓程 年轻的时候 去过城市里面 做过掌柜 我们叫他程掌柜 程掌柜 他这么晚了 还在清理大仙的石像 那么怪呢 六少咬着头就说 有原因的 据说他年轻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原因 没有子生 你知道 我们的乡下人 对传宗接代看得很重 所以 他来求大仙 还说 只要自己有子生 就会帮大仙清理石像 一路清理到自己死为止 所以 这几十年来 他就无论翻风 下雨 都过来做这件事 老实说 拜佛拜观音求子 我听得多 拜王大仙求子 我真是第一次听 但是 这个程掌柜 既然可以这么风雨 要无改地做这件事 我想他应该 应验了他的所求 但是这个时候 我就见到李齐 一路看着那个程掌柜 我心想 糟了 难道李齐他触境生情 又想起了自己的遭遇 究竟这个李齐 会不会突然之间发烂炸呢 这个程掌柜 清理石像 又是不是这么简单呢 我们下集再讲 第一百零二集 大仙教路 上次讲到 我们一行人 来到了那个黄大仙的庙的前边 我又见到那个老人家 在那儿清理那个黄大仙的石像 陆小就告诉我 那个人叫情掌柜 因为向大仙许愿要指字 所以就几十年来 风雨不改 在这里清理石像 他说话呢 他说话呢 就令到李齐盯着那个程掌柜 好像很激动 我心里明白了 一声 我想起 李齐因为自己的儿子 生不了儿子 没有子字 所以答应黄老狗 帮他看二十五年的神迷 然后黄老狗 就想办法送个孙子给他 现在这个程掌柜 和李齐的遭遇 有点相似 不知道会不会刺激到李齐 要知道 这个李齐 如果突然之间 快些神经理 拿把刀出来乱斩 我真的未必按得住他 但是 李齐呢 只是个人 稍微震了两震 跟着呢 就另一头就说了 福叔 我没说 那我才松了一口气 陆小就拿着灯笼 带我们走过去 他对着那个程掌柜就叫了声 三爷 然后呢 那个程掌柜就停下手上的动作 他先是望了陆小一眼 然后呢 眼光又向我们掃过来 我见到他皱了皱了 面色好像有点变化 陆小就向程掌柜介绍我们 又说我们来这里呢 是想找一个人的说 那程掌柜就摆了摆头 也没有说什么 我就觉得他很奇怪了 但当然 我们也不需要理他那么多 因为我们的目的 只是在这里跪一跪 拜一拜 完成所谓的仪式 没有必要跟他那么多交流 陆小就跟我们说了 他说 大家千万不要见怪 程掌柜一直都这样的脾气 不过我跟你们说 程掌柜说 他梦里面会出八仙 所以 可以算到一些 人家算不到的东西 上次我们穿的阿杰嫂 有了 他一算就算得出 是男仔一定是女仔 肥佬听到这么说 冷笑了两声就说 这些骗神骗鬼的东西 吹牛而已 一不就撞彩了 谁知道陆小 听到肥佬这么说 就有点发生了 他说 你这个人是什么 你不信就不信 为什么这么说人 然后 我立刻过去打圆场 肥佬打算跟陆小斗口 让我扭住了他 我不想再节外生枝了 进去 跪拜一下就算了 这个时候陆小就说 入庙要一个一个入 一个人拜完 下一个才可以进去 如果人多一起去跪拜的话 黄大仙是认不了人的 我就说不是吧 拜过黄大仙而已 要不要这么讲究 又说 陆小就说 黄大仙虽然仙级低 但假假地都是仙 都会讲究牌场的 他既然这么说 我们就唯有照做 一个一个这样入妖去拜 但一个是肥佬 跟着是默燕 然后就是李齐妙婆婆 我就最后一个进去 旁边的情长鬼 似乎当我们没到 一句声都不出 就在那里 清理着那座黄鼠狼的石像 我进到庙里面之后 我对着庙堂里面 一个黄鼠狼的石像 跪了上来 扣了三个响头 然后就起身想走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就看到地下 突然之间 又出现了些白色的字体 这些白色的字体 就跟当初在隧道里面 那个白色的影 写出来的白色字体 是一模一样的 立即吓得我整个人 打出个突压 很明显 这些字体 是对着我写的 它是转过来的 所以我要转过才可以看到 我看一看其他人 发现没有人注意到我 那我看清楚那些字 究竟写什么 看完写什么之后 我就觉得整身都发冷 哇 上面写的这件事不少东西 这些字是这样的 上山木走南北边 鬼火焰活人灭 鬼火灭死人焰 活人莫走南北山 这几句话 此诗非诗此词 此词非此 但是里面说的这件事 就刚好和我们要上山的 王老狗的息息相关 很明显 他又在提醒我 提醒我千万不要走南北边 我想了一会儿 始终都想不到 那个白色的影是什么人 刚刚上伸的脚出来 拆走了这些白色纸 但是我还没做 那些白色纸就射一声不见了 我就整个人呆了 看着那些字迹消失的地方 直到听到墨然叫我 我才回过神 慢慢地 就这样 退出了这座大仙庙 出到去之后 墨然就问我 喂 做什么事啊 为什么这么久呢 我不想把这些字 告诉墨然 随便找了个理由 哦 我也相信 拜多两拜 我不是不信墨然 而是那个白色的影 已经叫我 不要把这些事 跟其他人说 我 我就担心 如果说了给墨然之的话 就不知道会不会连续到他 所以还是暂时隐瞞住 陆消就说 既然贵败完就走了 我咬了咬头 一行人 向着山下一条路走过去 突然间 我又听到一把声 在我耳朵里响起 说的内容是 天黑 南北方向 莫要走 要死人 哎呀 我整个人啊 震晒 是谁在我耳朵里说话呢 我不敢转头 望向情长柜那边 不过很简单 这话声我没听过 不是墨然啊 他们叫人的声 那现场的陌生人 就只有情长柜 但当我看过他那边的时候 我发现 情长柜依然 是目无表情的 拿着个扫把 打掃着石像 肥佬呢 就很大反应了 他说 有没有搞错啊 一上山就说要死人 很不努力 看来情长柜说的这句话 我们全部人都听到 就不是什么全音入物之类的功夫 只有我一个人听见 只但 就只有我一个人 明白情长柜这句话的意思 因为那些白色字跡 就只有我才看到 那我不敢心想 这里是黄大仙庙 情长柜有帮黄大仙的石像 打掃了这么多年 会不会那个白色的影 就是所谓的黄大仙 是他提醒我 是他教我路呢 但是想一想 我又觉得这个想法有点离谱 第一 我说自己信 其实是骗默然的 为了掩饰自己 见到那些白色字跡 所找的借口 我根本就不信 也从来没有跪拜过黄大仙 没有跟他有什么联系 黄大仙有什么可能 突然帮我呢 第二 如果要帮我的话 方法大把 为什么要做些这么神秘的东西 这个时候 情长柜 还一直都没有看着我们 他还是很专心地 掃着石像 肥佬就拍一拍我就说 好了 别管他 可能他发电乱说 走了 那些白色字跡 说到没有 不能够 那些白色字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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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走南北边的 如果不是 又有什么鬼火焰 活人灭 那样 但是我们现在偏偏走这个方向 那试问我怎么会不害怕 那我问李齐 我说 李叔啊 走这条路 是不是真的可以去到 九哥的家 我特意说九哥 就想着和李齐的关系 打好一点 李齐果然咬到头就说 对呀 上着南北山走 然后又去到九哥的家 听到李齐的说话 就更加吓我一跳 原来我们要去的地方 就是叫南北山 那就是那白色人影 和那些字跡叫我千万不要去的地方 哈哈 这个究竟是巧合 还是李齐特意要带我们去那里 打算害我们 我们下集再说 第103集 换命就述 上次说到 李齐就跟我们说 说要走南北山过去 就到到黄老狗家 但是听到他的说话 就令到我心里面一惊 因为 在庙里头的白色字跡 就清清楚楚的写到明 不要走南北山 如果不是 会死的 所以我立刻和这个李齐说 我说 李叔啊 其实 我们 兜路走行不行 走东边过去 怎料李齐令在另头就说 不行的 东边那里有条河 过不了去的 我还没出声 肥佬已经说了 他说 你又发什么神经啊 好地地有路不走 要兜路走 兜路远很多 我就免得你肥佬了 我才不想告诉他 有字迹提醒我 说走那条路会死人 但是默然也问我 他说 你今天干嘛 奇奇怪怪的 我就说没事 要默然扶着我走 然后我的手 就在默然的肩膀上 在他肩膀上 轻轻地写字 南北山 不可以去 会死人 我写得很慢 默然很明显 是分辨得到我写了什么字 默然眉头一皱 正想说话 我就马上说了 然后 拍拍自己的肩膀 试他同样用这种方法来交谈 默然真的话头醒了 他立刻没有出声 用手在我肩膀上 写四个字 你又知道 然后我另一头 事暂时不可以告诉他 而默然也没有追问 只不过我看到 他的面色 开始变得很难看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间 我听到啪一声 走在最前面 陆霄手上 握着的灯笼 不知道为什么关掉了 周围就立刻黑漆漆一片 我马上想在背包里 拿手电筒出来 但陆霄是起势 耍手剑拎头 要我们不要开电筒 然后呢 他在袋里面 拿了火机出来 想点上蜜烛 但是 无论怎样点 都点不着 我看到他把火机伸进灯笼里面 火机的火一碰到 灯笼里面蜡烛的心 就立刻关掉了 我就觉得好奇 虽然知道现在周围 是没风 灯笼里面的打火机 怎么会无端端就关火的呢 那种感觉 就好像有一只不知什么 一路跟着我们 然后 陆霄一开火机 他吹一口气 吹熄了火一样 肥子很不满意就说 有没有搞错啊 有电筒不用 是要用灯笼 是现代人来的 陆霄点了很多次都点不着 所以他叹了口气 唯有放弃 试我们 可以拿电筒出来 那我们拿电筒出来一招 吹哟 肥子立刻吓一跳 整个躺在地上 连电筒都掉了 我正想骂他两句 就见到肥子伸出手 指着前面那棵树 怕到一句说话都说不出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一看 那个场景是认真诡异 吓到我都几乎跌下了 默然见到我们都望向那棵树 他亦都望过去 然后全部人都望过那棵树那里 然后那个场景 就震惊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说不出说话 当然 反应最大的 就是陆霄 他也是整个人躺在地上 那些冷汗不停地飙出来 那棵树上面是什么画面 原来棵树上面 吊着六只黄鼠狼 当电筒照过去的时候 那些黄鼠狼双眼 还反射出一种很忧心的蓝光 看上去很奇怪 很恐怖 而更令我震惊的就是 这六只黄鼠狼看上去 不像是被其他人吊死的 就像是自己死的一样 鹿肠的时候就叫了出来了 啊啊啊啊啊啊 哪里是黄鼠狼啊 他一直看着那些死黄鼠狼 整个又好像发狂的 而我心里面 亦都产生了一种不安 我就问陆霄 这样的情况 即是代表怎么样 陆霄就说 黄大仙要杀我们 要杀我们 他一路说 一路就走到那棵树下边 起誓地在扣头 一路扣头 一路嘴里面就暗暗沉沉说 我知错了黄大仙 放过我我知错了 我知错了 我真是被他搞到整个人懵了 老实说 这个情况 真是很诡异 但是没理由害怕成这样 说起来吊死的 都是那些黄鼠狼 只但是 我又发现 默然和肥佬的表情 都变得很严肃 默然就说 小燕 你放着六只黄鼠狼上来 看看是不是四只弓的 两只弄的 看看 还有是不是有一弓一弄 是老的黄鼠狼 我虽然不知道默然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 他叫得我做 肯定有道理 我突然 我就突然突然突然 走到棵树下边 好在黄鼠狼 吊得不是很高 我爬上够石 接着 就解了那六只黄鼠狼 我碰到那些黄鼠狼的时候 我还感觉到 还是有温度的 即是说 这六只黄鼠狼 是刚刚吊上去的 我还记得默然吩咐我些什么 于是 又补一下黄鼠狼的脚看了一下 对啊 真是被默然说中了 这六只黄鼠狼里面 的确是四只弓 两只弓 然后 然后 有两只 明显是很老的 还刚好是一弓一瓣 认真邪了 默然是怎么会知道得那么清楚的呢 我就稳定了一下情绪 走回到默然身边就问他 默然 跟你说的一模一样 你是怎么知道的 默然的表情变得很古怪 他望着我一阵 才慢慢地说 我们中了换名咒 什么叫换名咒啊 就是一命换一命咯 这六只黄鼠狼其实是代表我们 有四只弓的 就代表了你 肥佬 绿蕭 和你一切 那两只弓的 自然就代表了我 和妙婆婆 另外 四只年轻的 两只老的 都很符合我们这一行人的特点 是不是 默然一说 我就醒悟了 对啊 这六只黄鼠狼 和我们这一行人 真的很相似啊 过了一阵 我才再问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 分分钟就像这些黄鼠狼那样 被人吊死了 很有可能啊 我还没说一声呢 旁边的陸蕭 已经被默然这句话 嚇到整个人都疯了 他大声就啦 然后就冲了出去 一直走一直大叫 霞大师放过我 不要摔我 是我错啊 我还想叫陸蕭回来 但是墨然呢,就另一另頭話了,沒必要啊,他瘋了 聽到墨然說這句話,我心就很震驚 再看看綠蕭呢,他真的好像一個瘋子那樣 不停地叫王大仙,我知道錯了,不要殺我 越走越遠,遠到我都聽不到他的聲音 而肥佬呢,也嚇到傻了一樣,過了一陣子,他才慢慢地問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啊,現在應該怎麼做啊 但是,妙婆婆和李齊兩個人,就出奇地冷靜 李齊就說,你們這些年輕人,真是黃書狼,嚇到這樣啊 而妙婆婆就一句話都沒有說,她只是看著地下一個黃書狼,不知道在想什麼 這個時候墨然就說了,我們現在只有兩條路可以走,要不就下山,要不就找到破這個咒的法子 想到落山呢,我就不是很情願的,話畢是這麼艱難才來到這裡 還要吃了妙婆婆的股蟲,腳又弄斷了,就這樣吃白果回去,我就真的不甘心了 所以我就問墨然,有沒有破解這個咒的辦法 究竟墨然有沒有方法破解這個換命咒呢?我們下集再說 第104集,如何破咒? 上次說到,我們看到樹上面,吊死了六隻黃鼠狼 不,墨然就說,這個是換命咒,我們全部中了,現在只有兩條路可以走 一條就是落山,一條就是找到破咒的法子 那我就問墨然,我說破除這個咒語的辦法是什麼? 誰知道墨然就說,解咒的辦法只有一個,那就全部都死了 我真不知道被墨然氣得好生氣還是好笑,這也算是解咒的辦法 全部都死了,對,咒就解了,不過沒用 肥佬聽到我們這麼說,連續說,既然這樣,我們下山吧 下山呢,沒理由拿自己的名字來交飛的,是吧? 但是李齊就反對,他猛地說,不可以下山的 我聽到李齊這個意見,就很懷疑地看著他 有沒有搞錯?面對著這種這麼奇怪的詛咒,他居然說不可以下山? 那難道李齊真的有問題? 他特意帶我們來這裡,就是想害死我們? 這個時候,我又想回在白色字跡上面,寫的內容了 對咒,南北山是不可以去的 李齊正是帶我們向那邊走咒 看來他真的有問題 肥佬還沒說話,我就走前一步就說了 你為什麼一定要我們走南北山? 你老實說,你是不是鬼? 聽到我這句話,肥佬和墨然都一起看著李齊 李齊一皺眉頭就說了 你不要亂說啊,什麼我是鬼啊 我問你,你究竟是不是鬼? 是不是一開始我們去你那裡的時候,你就已經開始策劃? 是你說黃老狗沒死,然後特意引我們來這裡 最後,你用這些換命就殺我們的 其實你自己就是黃老狗,是不是? 你打算把我們一網打盡,然後把我們的面皮割走,是不是? 我一嘆嘴地問了很多 李齊呢,就被我連珠炮式的法文問到有些疾 他吐了一下就說了,我…我也不知道你說什麼 哎呀,不要刪除藥說就說了,如果我是鬼的話,你早就死了 好了,墨然呢,也拍一拍我肩膀,然後對我另一另一頭 我知道墨然的意思,就是李齊沒有問題,所以我就沒有再迫問他 誰知道李齊還是不收口的,他說 你這個年輕人不要哆哆哆,我告訴你,如果不是九哥要見你,我今天就弄死你了 聽到李齊這樣說我就不開心了,豈有此理,你說想弄死我,有本事你就來吧,是不是? 但是墨然呢,猛地向我打顏色,試我不要再說話了 我免得跟李齊一般見識,乾脆看都不看他 反而肥佬的反應就很大,他指著李齊就罵了 豈有此理,你這個臭老爺,這麼跟我兄弟說話 我告訴你,你夠膽碰他一條頭髮,我不弄死你,我不叫肥佬 我真是想不到,肥佬這個時候會這麼有義氣 我按實肥佬跟他說,算了,不要跟他吵,我們走吧,下山 其實我真的有點不明白,為什麼李齊偏偏在這個頭,不讓我們… 我怎麼可以說»,我約這個時候會想不到 四個chи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